大家好,欢迎来到咱们频道 咱们上一期讲了拜登不装了 终于说又武力干涉台海了 国民党也已经表态了 朱立伦也表态了 最近台湾有大量的美国军友商窜台 现在实际就是在兜售武器 拜登可能就是给他做广告 实际就是让你买这武器 就等于变相了买保护费 收保护费 然后拜登说我保护你 就这个意思 老大得放话 美国拜登接受采访时明确说 如果中国决定武统 那么美国将不排除 出兵干涉 将动用海陆空 注意海陆空可没说核武器 美军要进行必要部署 所以这个讲法也就是实际告诉大家 限定在有限的战争内 就是长级战争 这是2021年拜登出任美国总统以来 至少四度表态 如果中国武力收台 美国将出兵台 所以咱们基本可以确定 这是真话 他到时候不出兵也不行了 一定会出兵了 而且是要打的就是常规战争 没有核战的可能性 所以我们现在关注的就是美国常规力量怎么部署 包括怎么去登日本岛 注意 这一仗肯定是要打日本 琉球 包括日本本土 也包括菲律宾北部 其实我们可以看出美国 他又将台湾问题永久化 出兵的意思就是永久化 一旦他在台湾死了人 就跟琉球死了人一样 那你要再拿回来 那可能就是铁与血的争斗 要付出铁与血的代价 实际就是永久压制中华民族 咱们可以看作就是永久要压制中华民族 除非你来一场这种大战 拜登为什么这个时候放狠话 我觉得主要还是大选 咱们讲过吧 咱们几天以前讲过 拜登大选 其实其他议题不好吵 俄乌战争有什么好吵的 那个地方 不是他是擅长的 真正核心就是再炒台海 拜登寻求连任 军工服务体现在必须得获得一定利益 台湾这个肥羊 解放军攻台 美国就轰炸北京 之前拜登的竞争对手特朗普不是说过吗 说过这狠话吗 解放军攻台的话 美国就轰炸北京吗 这话讲过 那很显然冲谁说 不就冲着习明说的吗 那这次拜登也只是一样的套路 就是对中国放狠话 美国人现在恨透中国了 拜登就职之后到底什么样 咱们不知道 但是现在大选的时候他一定放狠话 所以未来到11月份大选之前 咱们中美关系 尤其台海问题一定是烧锅炉的吗 咱们一直强调烧锅炉吗 这老工人是把烧锅炉 给我点起来 美国虽然是派各种团窜台 给赖兴德民进党助威 但是面对人民解放军联合利益演习常规巡台 美国也是没招了 他现在只能用拜登出马 让这个小弟赶紧去买 买他的军卧 虽然土耳其军舰过航台海 但是有一个点是中国05护航是在哪 是台湾那一侧 他过台湾海峡的时候 大陆他应该是准起停靠香港 结果土耳其军舰是什么 是过台海的时候 我们就在台湾那一侧给他护航 我们不是在大陆一侧 是台湾那一侧 等于是把他夹住了 那这个是台湾方面 现在看来是没有任何反制措施的 05就已经过了海峡中线 到台湾那侧给土耳其护航了 中国军队在这个一侧护航 美国如意算盘落空了 我们等于是过了中线 然后又抵近台湾了 美国防长在香格里拉实际认怂了 他不敢吱声 他让小马斯和中国是对杠 但是中国没上当 对台武装 我们这个明显称呼不是台军了 是对台武装 我觉得翁中卓鳖已经讲出了 尤其自取名 讲出了实质 大陆已经准备动手了 各种综合因素考虑 拜登现在必须得向台独 释放信心了 你要是拜登你现在不放 台独现在赶快变卖财产跑吧 确实是在台岛 有一部分人现在是瑟瑟发抖 美国是确实给他卖武器 就让他变成刺猬岛 实际就是像乌克兰一样 乌克兰东部 你可以想想巴默克那个角色机 美军武装干涉台海 就等于对他中国宣战了 咱们说他说不打核战 海陆空 但是大陆呢 大陆是怎么想这场战争的 难道大陆也跟你打常规战争吗 我觉得这个拜登 包括台独要想明白 难道大陆真的就是 按着你美国的规律来吗 就在这个拜登刚犯案核化 解放军当天26架军机 逼近台岛 逼近了高雄台北 不到三十里了 现在就是越来越靠近 就是你每次放一次狠话 我就再靠近一次 七架军机进入所谓的硬变区 美国人现在没任何办法 干瞪眼 我觉得这个 实际就是在利用每一次的台独挑衅 包括美军和台独的 美国人和台独的这种串联 我们要熟悉战场 尤其是进行演训 拜登说不排除动用武力 保护台岛 国民党的朱立伦说 不管美国还是世界媒体 都公认一个事实 就是台湾目前是世界最危险的地方 国民党不希望这样 所以提国家安全战略 双地战略 除了保卫台岛 缓和气氛交流对话 说赖清德要促进两岸和平减少争议 真正以人民为念 我觉得国民党能放出这话 实际也已经看到 确实已经到了收台的关键时刻了 国民党现在没有任何作为 还有就是台当局 据说是放话准备抓大陆的渔船 但是我海警是立刻就派出五艘船只 进入金门的海域巡查 刚放话 我们就派船 这是行政机构负责人卓仲泰 他不点名说 驱逐大陆海警船 说海巡要将人力资源增加 购置新疆装备 然后应对海上局势 说部队不法行径是 该抓就抓 该扣就扣 该罚就罚 该驱逐的就驱逐 这是硬化 他是在台海巡部门应对海上态势表态 管闭林 他应该就是直接对着管闭林讲 陆军司令部也证实了 大陆两艘登陆艇 进入了金门 这个宅山南方 这个浸现着水 所以就说 大陆刚进去 你抓吗 让你抓 你来抓吧 看看你能不能抓 说在海上巡查遭遇大陆海警的时候呢 说台海巡部门必须鼓起勇气将之驱离 这是他原话 但是实际层面看 竹荣泰讲完话海警怂了 这怎么驱离啊 连出去好像都没有出去 大陆海警船和台湾的巡洋船的吨位是差太多了 所以这个浸现着水 可能未来就变成笑话了 浸现着水是浸现着你了 对不起啊 对不起台湾人 我那么又笑了 这个浸现着水 未来是你的 真是你的浸现着水 就是你画个圈 我不能出这圈 太逗了 对大陆没用啊 对吧 这台独这个 哎呀 汉实力啊 我觉得这个世界还是挺讲的 汉实力啊 讲大话没用 拜登讲完大话 赶快掏钱吧 掏钱吧 台湾人掏钱吧 赶紧买 买武装 最后是一全二白啊 台湾人 我觉得啊 真正的台湾人都懂 到底你能不能扛入 是吧 而且未来的这一仗 即使美军来 咱们也做好准备了 跟美国 二十五师吗 对吧 还有一个啊 就是最近这个赖清德逃跑路线 听到意思 据我的情报 俄国人给他规划的 就是这个得到情报啊 这个美国人给他规划 这个逃跑路线走哪 就走菲律宾北边 也有一个巴丹群岛在北边 距台湾160多公里的一个小岛 那边建了一个基地 什么意思 赖清德坐的黑鹰直升机 要超低空飞 那么超低空飞 他油耗非常大 他就飞不到 吕宋 怎么办呢 就直接奔着这个 巴丹群岛的这个 160公里北边那个岛 直接在那 讲过 在那 由美军来接应 有意思吧 所以赖清德 他现在逃跑路线 按照俄罗斯讲呢 他不是直接奔台南 他要坐飞机 直接奔 澎湖 从澎湖 转道 再坐飞机 去台湾南部 而不是直接飞南部 是到澎湖转 然后再去南部 然后从澎湖去南部的途中 应该是 应该是由这个 整个南部地区的 菲律宾和美军的 咱们说这个 提风导弹 进行护航 这黑鹰呢 应该就是美军给出 或者是台军给出的 应该就是 这个 必要是个 超低空就跑了 所以台湾人为了赖清德 打这一仗 我觉得是不知道 可以看 台湾人 连赖清德要逃跑路线 咱们都给他定好了 但是别忘了 这几个岛 就是北部巴丹群岛 这些岛 机场就那几个 到时候解放军挨个点名 请不吝点赖